当美国华人加盟企业的时候 发现对方没有注册商标 该怎么办呢 多次热门节目讲量话 特别邀请到了美国资深律师 王松峰案例说明 当华人加盟分店之后 却发现合作方没有注册商标 是否算诈欺 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 本集特别案例说明 你签这个合约制造是说 我们这是商标没有注册的 我又没有跟你讲说 我有注册商标 就给你发现这个商标是没有注册的 你也签了 你也做了 你东西也拿了 那你现在后悔这是你的事情 且面对总店并没有注册商标 加盟业者是否能自行申请商标专利 资深律师王松峰也有详细解说 假如我们今天是在美国的话 然后在美国的商标局没有申请的话 Simon因为主要的加盟 这也没有申请 他是可以在美国申请 一模样的商标的 而财富人生单元 美国范园集团创办人Philip 则要为观众说明四大保险的重要性 你先用四大保险等于防地基打好 会不会从这边流掉 这是第一个 然后你在上面搭建上去 OK 在网上搭的时候 等你保险搭建好了 下面搭建的 是我们叫分短期中期长期的规划 丰富在美华人生活 奖量化 本周六晚间八点起 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 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森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